哇 你連地圖都認不過的人 他們都會拿到總統來開玩笑 不過上任之後所有事情都很有爭議性 就算了 這些這麼政治的人不說 不要剪這段 普京由自出糧胎那一刻 已經是一條硬漢了 你以為這些保鏢是拍來保護他嗎? 很明顯是他在保護這些保鏢 想知道這個人有多男人的話 你看回上一集 他除了每天要找地方釋放的男性荷爾門之外 他還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一件事 地圖 很多政治有留意開心的人都會覺得 俄羅斯的立場真的很飄忽 一時是朋友 一時是敵人 自由國家 獨唱國家 這些全部都有交涉 很難捉我 如果我告訴你 他的動機其實一直以來都很透明 一張地圖已經赤裸裸地寫出來 我希望沒有人會想要跟俄羅斯螃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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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捉的 如果你白到這個地步 你絕對是一個不正常人類 還有我籌備已久的展設班 接下來都會招生了 有興趣的呢 我片尾才再跟大家交代詳情 廢話少說 讓我們激進地客觀去深度游一下俄羅斯 俄羅斯的版圖是很大 大到離譜 橫跨了11個時區 有些人是這樣的樣子 亦有些人是這樣的 而他們都是俄羅斯人 當武經盤棋這麼大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布局防守呢? 現實當然是沒得這樣擺人 如果我用最異名的語言去說的話 歷代俄羅斯的領導人 包括普京 他們在尋找的是兩樣東西 山和水 山和水 不要以為這些山脈一米嶺 對於一個國家的防守 是很實用的 一般如果你要入侵一個國家 是不會這麼豬兜派兵爬山打過來的 你若人打架 你會不會跑完全馬才跟他們打呢? 你過來都只剩下半條人命 一條補給線又長 山脈就是一個國家的天然圍牆了 你是普京 你打一份地圖 第一句說話一定是 Show me the mountains 哇 經常走音 莫斯科的東面是有一座烏拉山脈 遲些如果有機會去那裏旅行的話呢 那裏有一個點在山上 插著一隻腳在亞洲 一隻腳就在歐洲 普京看到這座雪山 Parade 很長的防守 正防守一流 但是糟 不夠長 大片平原 平原 有什麼問題 熟讀歷史的普京呢 他就知道了 800年前 就是這一大片大平原呢 有一群鬼馬陸的人呢 浩浩蕩蕩蕩蕩地騎著馬 山我就變不出來了 以後最佳的防守就是進攻 和我找了山回來 於是越推越遠 去到亞洲 穿過了西伯領亞 一路去到太平洋 以進攻代替防守 就成為俄羅斯代代相傳的策略 沒錯 俄羅斯的版圖 最遠是曾經去過美洲 不過最後賣了給美國 我們叫他做阿拉斯加 我猜當時沙皇應該不吃蟹 阿拉斯加的王子 是克羅斯 你現在明白為何俄羅斯這麼大 你可以說是被害妄想症 但是不是真的妄想呢 在普京的視角 東面有個海保護著 北面呢 以目前科技應該沒有人會癲到 由北冰陽打下來吧 像以前蒙古人的舊路 我們現在地盤大了這麼多 很遠也打過來 似乎也違反基本的戰略原則 但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就是在西面 北歐平原 這裡一大片平原 中門大開 今天無羅斯和歐尾有這麼多磨擦 就是源自於要先守住這道房 你可能會問 21世紀了 哪有這麼空攻你 別這麼神經質 喝杯Forker 休息一下就算了 這隻北極熊就不是這樣看了 你們的朋友 說是容易 鬼不知道大家一起放下電影 一起手拖手唱 Akupanda 這麼好嗎 過去五百年 我被人打了多少磨擦 你知道嗎 1605年的波蘭人 1708年的瑞典人 由拿破崙年代開始直到二戰完結 俄羅斯人每33年 就在北歐平原和其他國家開拖 把勁都死不去 主要只有兩個原因 這條路很冷場 拿破崙當年帶著法國軍隊 踩到進來莫斯科 但這條補給線 沒有來攻那麼遠 又零下幾天 那些士兵 就終於頂不住了 波蘭卡這麼噓 你噓不下了 你回去喝一杯刀吧 吃到嘴邊 都要吐出來 死死地回法國 而這個錯誤 希特拉在二戰的時候 都重複過 他們告訴了世界 他們會到墨斯科 而現在他們已經到達了 超過57,000英國軍隊 被捕捉了 黑洞軍隊 在一陣營 洋國軍隊 就是因為又冷又遠 但不知道這件事 救得你幾次 正因為這樣 俄羅斯西面如果要找一個天然屏障 比如海 沿途你就要KO德國 法國 一來又是太遠 你要過這麼多關 都還有一個英國 所以如果要比較好管理 其實就是去到烏克蘭和波蘭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有好東西 有一刻以巴千山脈作保護 蘇聯年代曾經擁有過的 但自從解體之後 這些國家獨立了 只能夠管理和他們的關係 彈球有一個buffer位而已 穩 од俄羅斯國軍隊 是叫南架聯嚴運勢 的分數 非正好 對 Armored 但是 這棵是幾木荼 不過這是一棵殘焗棋 這棵荼觀眾 有幾個左頭左射的半腳石 北約出現 當年就是為了要牽制蘇聯的軍事勢力 他現在轉移到俄羅斯 美國是大哥 而歐盟 就由畢幕清勢 德國就相當大哥 但是這是一棵殘局 有兩個是打工 一個是經濟為主 歐盟是黑浦的競爭 不過北弱才是他眼中釘 說了解釋敵有關係 哪些是朋友哪些是親家呢? 一目了然 這個就是蘇聯時期 紅色就是親蘇 藍色就是親西方 今天的關係又是怎樣? 那你現在知道 為什麼普京晚上會睡不著 他們差不多踩到你門口了 他們幫俄羅斯方塊穿了洞 你會去戰爭 NATO是在抗議自己的軍隊 2014年的時候 烏克蘭是猶豫加入歐盟 剛巧普京眼中 歐盟會席和差了半隻腳入北約 是沒有分別的 烏克蘭入北約 這條是紅線 所以根據他的政策 他是不能不出兵制止的 Russian military now be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fighting Ukrainian government forces Satellite imagery show Russian combat units in Eastern Ukraine 我不是想合理化普京的行為 我只是在解釋他眼中那盆棋 是怎樣捉的 不過普京都不是一味硬打的 這一刻俄羅斯最有效的武器 你知道嗎? 核武? 軍隊? 不用硬碰的 用天然氣就行了 Why is Europe so dependent on Russian gas? 要數俄羅斯最值錢的地方 就是這區 西伯利亞 天涵地凍 不宜居住 但是有很多天然資源 全歐洲都是靠它 譬如這個國家 是100%以來的 你月底將電費單 基本上就是由我去定價 Friend底的我就收順一點 譬如芬蘭買天然氣 是比波羅的海國家便宜 這些就是俗稱的友情價 什麼? 不信啊? 你試試激怒我 我認識你總製都還可以 到時凍死你 當然不會動的地方那麼大 俄羅斯的經濟是靠了天然氣 連歐盟的大哥 德國有一半的天然氣 都要依賴這隻北極紅 所以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們只是有限度制裁 免得沒有彎轉 其實他們都想減少依賴 因為俄羅斯是經常濫用這一招 Russia can now effectively weaponize the pipeline by cutting off supplies 這個時候 有個懲咬金殺出來了 想用天然氣嗎? 選用美國貨吧 我這邊有很多 普京就說 喂 你住這麼遠 你都踩著腳進來 你搞算我派對? 是不是玩東西? 雖然現在是多了個選擇 但歐洲國家都不是說換就換 你救掌物 你死了嗎? 我都捏著你 我 所以歐和關係 是亦敵亦有 戰略上是敵人 而經濟上 價錢適合 可以做朋友 大家胡亂 好傷呀 收手呀 呀 總結一下 普京的西面 影響力部級多個國家 當然好 少一個 你死得去 北約要你死 都還要有幾個步驟 不是不重要 而是有酒棧 至於東面 唯一一個國土接壤的大國 就是中國 要由這一面打過來 冰天樹地 條補級線 鬼那麼長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民族情感 宗教 意識形態的歷史衝突 經濟上 他們要合作 多過於對抗 提防一下 基本上已經夠了 那南面呢? 高加索三合 已經是天然屏障 但他們依然要向南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位俄羅斯政客說過 希望有一天 俄軍可以在印度洋的溫暖的海水裡 清洗自己的軍鄉 俄羅斯天然氣大把 是不夠溫水 地理關係 這港一年來 三四個月都冰封 所以除了找靠山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溫水 又是一目了然的moment 為什麼普京 當年打完烏克蘭要吞克里米亞呢? 為了這裡 塞瓦斯托波爾海港 是俄羅斯唯一真正的溫水港 黑海制海權 為什麼要保住敘利亞亞薩德的政權呢? 為了這裡 塔爾圖斯海港 地中海的制海權 為什麼要調撐伊朗呢? 一切仍然是為了三隻字 溫水港 這個 阿拉伯海的制海權 清楚了嗎? 黑海、旅海、地中海、阿拉伯海 是俄羅斯國家的經濟以及安全領域 只要失去了控制 普京的生殺大權就會完全暴露在北約的手上 假如我們拿走地圖上所謂的國界 由莫斯科去看這個世界 至十五世紀 沙皇伊凡四世當時遇到的問題 到今天 普京都仍然在面對相同的處境 科技帶來了一些改變 不過基本遊戲規則仍然存在 山同水依然都是這麼重要 所以要記住 俄羅斯跟你做朋友 不是貪你夠獨裁或者理念相同 是因為有互利價值 是因為你是敵人的敵人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這樣運作 意識形態是可以背叛的 唯一無能力背叛的就是利益 這是人類基因 你不行 我不行 但眼腦都不行 但你可以調節自身的利益 和符合你價值的一方對齊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 心肝理得也是一種利益 重點推介這本書 中英版也有非常好的地理入門 這集撕了半個範圍 很多故事、國家的命運、人的動機 其實很多都是隱藏在一張地圖裡 那本書以前我也試讀過一次 但為了這一集 我開著Google Earth 認真圖問並茂地重溫了一次 發現了很多新的東西 這集製作之前 我特地和一個專家拍檔 一起整合資料才出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分享其他周份 補充多一點 我不是說地理可以完全決定人的命運 我都不相信決定論 但無可置疑 地理是相當大的力量 它是局限了 或者賦予了不同的選擇 給不同地區的人的種族 可以說它是形成了我們的選項 如果激進是新常態 客觀反而是異端的話 我們不妨激進地客觀 多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最後 借機會分享一些我個人的經歷 其實我想學Animation和Motion Graphics 已經很多年了 但一直都覺得太難了 不敢碰 終於去年有一段時間 爭拽了很久 我終於滴氣心肝 坐定了 花了全天在Cafe 又嘗試自學Animation效果 這就是我用了14小時 第一次做的效果 音樂 看回頭我自己都覺得很厲害 懶惰的音樂 但我當時是很驚慕的 好厲害 得了 分享這段經歷 其實我是想表達 原來由零去Pick Up一件事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通常人是會對陌生的 會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 我之前也是一直拖 因為我覺得Animation是一隻野獸 如果剪接是一個數學科 Animation是量子力學 我以為我這一輩子都不會有能力駕馭 我簡直不敢碰 一年後的今天 我不僅懂得弄一條線 我還弄到過往以前不敢想的效果 叫做略有小成 以前我的能力追不上我的幻想力 但現在我叫做可以放縱多一點 年初我搞了一個剪接班 接下來我就會搞第二屆 如果你有興趣 不論你的目標 是想由不識變做識 還是由本身識 變到再想去提升另一個層次的話 我都會有班去協助你的 我會用我自己的作品 也會訓練大家以一個專業剪接師的眼球 去分析其他人的作品和技巧 我都會分享一些 如果早十年已經一早有人提醒我不會走的冤枉路 基礎理論 進階的理論 提示 我的workflow 如何塑造一個個人特色的vlog和旅行片 我自己的秘方是怎樣 以及最重要的一件事 Storytelling技巧 說清楚 我是不會教Animation的 原因很簡單 這方面我真的未夠班 還有什麼未交代呢 今個星期六開始招生了 網站連結我放在Description box 只開三班而已 夠額我就會切人了 留意上次半天就已經爆了額了 很遺憾是有很多想來玩的 我加不到他們進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記得今個星期六十點早上網 早點上網霸位 旅行去不成 我們都可以帶當地的歷史回來這裡 加入我的Instagram投票告訴我 下次你想我分享哪個地方給你聽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